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ukiyaki United,我是安东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九月最爱这样一个月份最爱单品合集 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做类似这样的形式 但是当我还在家里的时候 我东西其实很全 所以我每个月份购买的新品其实并不是很多 也就不值当的做一个合集 但是九月份呢正好是我从美国 不对,是从中国搬来美国的这样一个月份 所以我过来之后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化妆品 那么第一样要分享的当然就是 Urban Decay的Naked眼影盘 然后这个是新出的HIT 这盘是我在六四的视频里面种草的 然后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 非常适合秋冬 虽然说HIT是夏天出的 但颜色真的是非常浓郁的秋冬 那种棕黄棕红色 其实我最开始下手的时候 是看中了这个盘子右半边 这个深色区域 包括这个He Devil 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看的砖红色 然后比如说Fuego 这个是西班牙语是in fire 就是在火里的感觉 然后这是一个有点偏梅字的一个深酒红 然后包括Ashes是一个很浓郁的紫红色 所以这半边深色真的非常惊艳 但买回来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浅色区反而会非常好用 比如说最近我其实一直都是在用 这个Chaser和South 也就是左起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单用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就是把你的眼窝加深了一点之后 又带一点那种秋季落叶那种橘黄色 真的是超级好看 而且非常日常 今天呢我的眼影其实就是使用了 用Chaser做一个整体的打底 然后用South做一个后半段眼睛的一个加深 和眼窝的这样一个加深 然后又加了一个这个开眼 不知道怎么翻译 然后用这个颜色在眼尾的地方又加了一点点 这个加强 所以是这样一个 我觉得是充满了秋冬风格 真的很像落叶的颜色 而说完眼影就不得不提一下化妆刷 我要推荐的是这两根 对然后这个是在一家淘宝店买到的 这一家店也是之前看到本末测评有推荐 试了一下确实很好用 我最喜欢的这个是242VV和236VV 242这一支呢毛会稍微长一点 所以它碰到皮肤之后是一个着色面积比较大 它非常适合用来做大面积的晕染 所以我会用这一支笔来做整个眼皮的一个基础色 以及做这个眼窝 因为我有眼窝嘛 我会用它做这个后半段眼睛和眼窝的这样一个晕染 真的是刷一下就晕开了 真的是用它就没有化错妆的时候 非常好用 然后另外一支的话是236VV 这个的话相比之下 它的刷毛会短一些 所以它的上色面积会更精准一些 所以这一支笔的话呢我会是用它来沾Naked盘的后半段的一个深色 然后放在最眼尾的地方 然后做一点 就是先把颜色点上去 然后再稍微晕染开一点点 做一个最后的加深 非常好用 然后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是有很多观众问我的口红是来自哪里的 凯莉 Cosmetics的这个凯莉 Lip Kit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看Taylor就是日本那个Taylor的这个种草 然后就买了很多颜色 然后我是有这样三支红色分别是从深到浅是Lil 然后这是Mary 然后是Mary Joe K 对这样三个颜色 Lil的话是很深就稍微深一些 就是涂上去以后会觉得很哥特的一个深红色 对接下来的话应该会使用它 然后Mary的话就是一个正红偏深一点 所以像上一次视频 这样的唇色就和衣服搭配的会比较好 然后Mary Joe K的话是一个更亮的红色 我记得之前在那个红色lookbook里面 我穿那个临时停车场的pasta的时候 就涂了这一根 因为那一件裙子颜色比较鲜艳嘛 所以选择了Mary Joe K 我不知道他们在国内是不是叫唇釉 就是Liquid Lipstick 它涂上去之后会干成薄薄的一层 对然后好处在哪里呢 它干了之后是绝对不会掉色 也绝对不会被抹开的 就是非常适合出去就是拍vlog的时候用 因为你涂完之后 你出门随便怎么嘚瑟 只要不吃油的食品 不管你喝水也好 就吃水果也好 完全不会晕染 你的唇膏会一模一样和你出门的时候 而我在上一个这个Drycon的vlog的时候 也是涂了这个Kylie Slippkin 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vlogger 涂了以后就可以随便录视频 就少一点心事 感觉不错 而另外一款我在九月非常喜欢用的唇膏 恰恰相反 这一支是当时在郭郭的视频里面被种草的 是她给我涂然后我种草了的 MAC MAC的Sea Share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唇膏真的是我九月份用的最多的一支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不是说那种你涂完之后就是怎么抹都不会掉 它会掉色 但是它好在它即使掉了 那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它涂起来的话就压力没有那么大 就是你不用涂得很精准 因为它的颜色也比较日常 然后掉了也很好看 所以我就每次出门的时候会拿它赶紧涂两下 出门上课 然后上一天的课回来之后一照镜子 感觉就颜色还有一些 就虽然可能掉了一些 但是就最后剩的那个颜色也很好看 所以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懒人的这样一款唇膏 另外一个被果果种草了的这个化妆单品 就是资生堂的六角眉笔 然后这一支是灰色 然后我觉得它会非常适合 如果你的眉毛像我一样浅的话 可以先用眉粉 然后把眉毛先把颜色大概填一下 然后这一支可以用来画那个眉尾 眉封眉尾 画眉尾的那个颜色加重的部分 然后在眉头的话也可以就是画几根那种 根根分明那样像眉毛那样的感觉 当然你知道我的画眉毛水平就这样 但是这个单品挺好用的 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呢也是在上一个视频里面被人问到的 是我的美瞳 然后这个是Dia One Day 对然后我的美瞳其实都是在日本一个叫 Sun City这样一个日本的美瞳集合网店买的 就一口气买很多 然后一起运过来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的美瞳一般都是One Day 就是单日装 对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其实不太戴 所以与其买月袍 然后每个周末戴 我觉得不如干脆买单日袍 这样的话你不用买什么护理液盒子 有的没的 然后也不用担心感染 就是它很卫生很安全 待一天扔掉 我喜欢的颜色其实都是这种 就是会颜色比较浅 我喜欢那种有很多个颜色 然后渐变在一起 就不是那种很夸张 一看就是哇大紫色或者是大粉色 而是那种就是很温柔 这样的一种渐变色 对 然后这个颜色叫做Amelia Hazel 聊完化妆品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 假发 最近呢正好是收到了 来自宏咪家的一大箱新款假发 真的是让我重新爱上了假发 非常非常的好看 包括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所带的就是来自他们家的新品 人形秘境古典油画的琥珀金棕色 这个混色绝了 真的是绝了 我还记得我几年前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买假发 那个时候的混色 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加一这样的混色 我之前买过一个比如说粉棕色 拿到手之后 你就能看到 其中一半发丝是粉色 一半发丝是棕色 所以远看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粉棕混色的感觉 但是你近看就其实感觉稍微不那么精致吧 因为两个颜色之间没有任何过渡就这么混在一起这样的效果 而这一次的新品 真的绝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需要把这个假发放在阳光下面使劲的看 都看不出来混了什么颜色 给你们看一下这顶 这顶就是在上个视频里面带的 然后你仔细看的话 就是很难分辨里面到底有几种颜色的发丝 是 我看看 好像有一个是一个比较浅的浅灰色 然后有一个偏粉一点的棕色 然后有一个浅棕色 还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棕色 妈呀 我觉得我自己要瞎了 真的是 就离很近 我觉得镜头上面应该是完全拍不出来 哪怕离很近 也真的看不出来 真的是很多颜色相近 但是又不太一样的颜色混在一起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这种感觉 而我头上带的这一顶呢 也是来自他们的爱丽丝重奏曲 No.4 真果拿铁 这样一个颜色 爱丽丝重奏曲的设计特点是浅异色刘海和无规律的睡颜手工卷 就是像刚睡醒时候 蓬蓬乱乱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刘海确实是颜色会比其他地方稍微浅一点点 一点点 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出来 这样一个设计 这款颜色的描述 真果拿铁 先调配的一杯 甜滋滋的下午茶甜饮 坚果脆与丝滑的牛奶咖啡 组合就是个可爱 兼具气质的棕短发啦 这个颜色仔细看的话是带一点点粉色 所以可能也就是带一点点甜 然后又棕色咖啡 这样的感觉 而我今天之所以搭配这个假发呢 是因为我本来以为豹猫少女是短发 就是我之前没有仔细看这个印花 我老觉得她的头发到尖这里就没有了 结果今天仔细一看 她其实是长发 命运弄人 接下来可能是你们最期待的 也就是九月份最爱的小裙子 而第一件呢 当然就是我身上这一件来自主编 Justine的豹猫少女 拿到食物的一瞬间 真的很惊艳 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印花是印在这种 网纱上面 我以为是那种印在很薄的雪纺上 其实我个人的话还真的蛮喜欢 这一只像这种印在网纱上面 这样的印花 包括之前 芭蕾 教堂肯定是芭蕾 芭蕾好像也是 就是印在纱上的 就感觉很软 很有锤感 然后有布料就感觉非常好 反正就是很喜欢 然后我另外非常喜欢的一点 是她这个裙摆 是自己戴这样一层纱的 很多JJ的裙子 你看模特图上 裙摆有一层纱 但她其实是里面穿了一个衬裙 但是我没有这个衬裙啊 所以像这种自带一层纱 就非常好穿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身体 整个裙子印花的色调也是灰灰的 饱和度很低 是一种感觉很复古很温柔 这样的一种印花 我个人的话非常喜欢 而且这个丝带配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包括之前我和朋友一起 穿豹猫双子 然后她当时穿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也就是灰色和紫色 那个紫色的丝带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超级重草 而关于这条裙子最好的一点 就是她是新出的size zero 就是零码 如果你像我一样 之前穿size one的一号 这个腋下会大出来很多的话 size zero 零号美跑的超级合身 我的三维 其实也没什么可爆料的 就83 63 90 好像是标准的那个零号 或者是US 应该是二号 对 就我和我的人台 数据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人台感觉胸比我大很多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但JJ新开的这个零码 也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小码 所以真的是超级合身 就从上到下 腰带不济也是完全合身 对 超级棒 非常愉快 而如果你想问我 为什么这么早 就可以拿到新开的size zero呢 答案是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和JJ达成了一个 类似于PRBOX这种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以后出新款的话 会先给我看一下 然后如果我喜欢的话 他们就会提前送一件裙子给我 然后由我的这个喜好来进行搭配 进行po图或者是po视频 这样的合作好处呢 是因为JJ并不直接给我推广费 他不给我钱 所以我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所以我呢 也就不必 我没有义务去夸他 所以我可以保持忠立 我可以诚实的讲述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作为一个up主 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想和你们说明白 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有这种透明度 这种互相信爱的关系 但是话说回来 其实之前我自己掏钱买的JJ 我基本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就除了腋下大一点之外 我觉得都挺好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JJ能够同意 让我进行诚实的repo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他们还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吸取了一些我提的意见 虽然我记不得我提了什么意见 其中一点 就是他们说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包装不好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他们反正这个吸取了这么一个意见 而且 就是改善了包装 做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这样一个购物袋 然后如果你们再买JJ的话 你们的这个包裹里面应该会带一个这个 反正我个人觉得包装其实都还好啦 我个人觉得裙子比较重要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JJ愿意吸取意见和建议这一点非常好 而Julian Jasmine的社长 也是通过中国的负责人来向我传话说 就是之所以会选择我来做这样一次合作 不仅仅是因为长相或者是外貌 因为其实我长得也就这样是吧 而是说因为比如说我的留学背景 因为我的学识 因为我的态度和修养 其实真的是很感激 因为JJ社长其实也算是一个女强人这样的形象 就作为一个女性 一个人做设计 然后一个人来经营这样一家公司 然后能够得到她在这方面的这个赏识 我个人觉得那是非常开心 比起被夸长得好看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一些自己很看重的东西 而被人欣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以后在我们频道就可以提前看到这一队的新款的repo 比如说这一条 这一件最近刚刚开始订的应该是一款在饭这个猫咪宝石 这样一件 非常的好看 布料的话依然是山东愁 然后是一个蛮有质感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是米白色里面 泛着一点点粉色 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底色 整体配色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然后背后是一个 真的是很优雅的一个V这样的形状 对开的不会太低 穿布拉完全没问题 但穿这样一件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去参加地球人的小酒会啊这样的场合 而且size1穿的也是正正好好 我们下一件九月最爱的小裙子就是 但是一件黑马马 这个是来自Frozen Memory的一个蕾丝的OP 我之前是穿过同款短袖的生成色 给照片可以放在这里 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蕾丝 我穿出去的时候朋友们都问这个裙子是不是Victorian Maiden的 因为它的蕾丝应该是同款 对 其实颜色非常好看 是一个比较灰 然后带一点点黄 一个很像复古娃娃这种感觉的裙子 而这一件呢是一个长袖的黑色 对 这个黑色因为太黑了 所以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像 都不太容易露出细节 但是 它的实物非常好看 我就觉得版型很简单 纯色也不太张扬 但是有很多很精致的小细节 我就非常喜欢 就像这一件的话 我觉得这个领口的圆形镂空设计 以及这样一个落肩的这么一个蕾丝褶皱 我觉得是很经典的那种偏复古的设计元素 然后加上一个这种像睡裙一样 这样的一个轮廓 真的是 我觉得很多样化 你可以单穿 加一个腰带 然后加一个裙称 就会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Lolita的这样一个轮廓 那是非常好看 我个人的话会想穿这一件在万圣节期间 因为裙子相对简单 可以搭一个比较厉害的那种鬼娃娃 妆容 应该会挺不错的 非常喜欢这一件 最后一件九月最爱的话呢 就是人台小姐所穿的ETC LTQ的新款 这个是叫玛丽香粪 就是是玛丽皇后的香水 这样一种设计灵感 这个觉得印花 真的是配色特别棒 里面的颜色就像是那种 复古招贴画里面的感觉 对像这样的配色 我会是非常喜欢 然后感觉它也是一件 会很多样会很好搭的轻螺单品 说完小裙子 最后我还有一双鞋想要提一下 这一双是来自 来自XS Femme的迪士尼合作款 这一双是灰姑娘主题的 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还sell了 我这是sell的时候买的 就不光是浅蓝色 还有一个深蓝色 也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鞋子的话 它鞋头的两块装饰是不一样的 其中一个是灰姑娘的轮廓 另外一个是这个南瓜马车的轮廓 然后除此之外 鞋跟也是用了这个闪片的设计 也是等于说是还原了一点这种水晶鞋 这样的一个元素 总之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觉得好看是真好看 而且我出去穿它 在中央公园里面走了一下午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双鞋在Axis Family 不是最难穿的 我知道 我想说我之前可能买过几次Axis Family的鞋 不是很好穿 就是它们的根都不高 但我觉得一个根这么低还不好走 不是很讲道理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一双比我之前买过的两双Axis Family都要好走一些 对反正就是看你的这个人瘦度如何 我觉得就是对于A牌来讲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主要是很好看 真的是很好看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面就是布吧 对它的这个料子应该是布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丝带的装饰 就清理起来可能会稍微有点麻烦 然后我现在的话就可能是拿那种消毒的布 然后去直接的擦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 反正就穿的时候小心一点 是吧 好看是真好看 而且就像这样 我有去搭一身 比如说Secret Honey的那种灰姑娘合作款 哇 太棒了 除此之外还有最后的最后 就是我现在手边没有食物 因为昨天已经被我吃掉了 就是美国的玉米很好吃 就是我是这个老家是山东的 然后我们那边那些米都是黏玉米很多 或者是那种黄的那种老玉米 就是吃起来就比较就很普通那种质感嘛 然后美国的玉米可能会比较像水果玉米 就很脆 而且很甜 就咬起来之后真的是满口生津 真的是哇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九月最爱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在弹幕里还有评论里面告诉我 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 每过几个月就做一次这种最爱的分享 就算了 谢谢观看